第41集 我有一个40岁未婚的朋友,他不久前才订婚,他未婚妻劝他学跳舞,可对他来说也许太迟了。 他这样对我说,上帝,我需要学跳舞,因为我现在学跳舞跟20年前没什么两样,我所请的第一位老师总是直白地批评我,说我的舞步完全不对,必须从头再学起,这让我很沮丧,因此我辞退他,而且再也不学跳舞了。 第二个老师说的也许不是实在话,可是我愿意听,他平淡地说,我跳的舞步有点过时,但基本步子是对的,他说我很容易就能学会几种流行的新舞步。 第一个老师打击了我的积极性,第二个老师恰好相反,他不断地鼓励我,减少了我舞步上的错误,他确信地对我说,你有一种天生的韵律感,你该是一位天才的舞蹈家。 可是我自己知道,我只是一个三角猫,但我却希望真能像他说的那样,我感谢他,他让我心甘情愿地改进自己。 当一个孩子,一个丈夫,或是一个员工做错事情,就严厉地批评他,那你就打消了他的进取心。 可是,如果运用鼓励的技巧,淡化困难本身,使对方知道,你对他有信心,他有尚未发展出的才干,那他就会全力以赴地获取成功。 汤姆士是研究人类关系学的一位伟大的艺术家,他善于用勇气和信任来鼓励人。 我现在举出一个例子。 最近,我同汤姆士夫妇共度周末,星期六晚上,他们约我一起玩桥牌。 我那时对桥牌一窍不通,因此一个劲儿的推辞。 汤姆士说,戴尔,玩桥牌不需要什么技巧,只要用点记忆和判断就行了。 你曾写过一篇关于记忆方面的文章,所以桥牌对你来说很容易的。 因为汤姆士这样说,我顿时信心倍增,感觉这种游戏并不难。 说起桥牌,我想到克白逊,他所著有关于桥牌的书籍,已经译成了十二种语言,在世界很多国家享有盛誉。 可是,他曾经对我说过,如果不是有一个少妇说他有玩桥牌的天才,他一定不会以玩桥牌为职业。 1922年,他初次来美国,打算找从事教哲学或是社会学的职业,可是没有成功。 后来,他帮别人推销煤炭,结果又失败了。 最后,他替人家推销咖啡也无果而终。 那时,他不太会玩桥牌,而且打牌时还经常向别人问一些很繁琐的问题,所以没有人愿意跟他一起玩牌。 后来,他遇到一位美丽的桥牌老师,迪伦女士,他们相爱并结婚了。 当时,迪伦注意到他对自己手里的牌分析得十分细心,于是说他对于桥牌很有天分,正是那句话鼓励他后来成为职业的桥牌专家。 在俄亥俄州,辛西纳提,我们课程的一位导师,琼斯,讲了怎样用这个道理来改变他的儿子的事。 他说,我15岁的儿子戴伟,在1970年到辛西纳提来和我一起生活,他过去很不幸。 他在1958年的一次车祸中,头部受伤,做了手术,这使他的额头上多了一个难看的疤痕。 我和他母亲在1960年离了婚,他妈妈把他带到了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。 15岁以前,他都是在达拉斯的特别班里上课,他在学习上有些迟钝。 可能是被看到疤的原因,校方认为他的大脑受过伤害,有障碍。 他留级了两次,所以他现在才上七年级,可他还背不了惩罚口诀,他用手指数数,也不能流利地朗诵。 唯一值得安慰的是,他迷上了研究收音机和电视机,他想成为一个电视机技师。 对此,我非常支持,并对他说,这需要先学好数学。 我决定要帮他把数学学好,我给他买了包括加减乘除的四组彩色卡片,我和他一起看卡片,让David把正确的答案放在空白栏里。 如果他搞错了,我就会告诉他对的,然后再放到相应的地方。 我费了很大的力气,终于帮他都放对了。 以后,每天晚上,我都让他完完整整正确地重放一次,并给他计时。 我对他说,如果他在八分钟里能把所有的卡片都正确地放一次,那么就不用每天都做一次了。 对他来说,这似乎是件不可能的事。 他第一次用了52分钟,第二次用了48分钟,接下来是45分钟,40分钟。 对他每次的进步,我们都会亲和。 再后来,他能在不到40分钟的时间内完成了,我打电话叫我妻子回来,我们俩抱着他跳起了几格舞来。 到了月底,奇迹出现了,他正确地放完所有的卡片的时间,已经可以在八分钟以内了。 我鼓励他再做,再进步,终于,他发现学习并不是那么难,而且是有乐趣的。 于是,他的代数学习成绩不断地取得进步,不久,他惊喜地拿回了一张成绩是B的数学成绩单,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。 他在其他方面也取得了惊人的进步,他的阅读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,开始表现出绘画天赋。 到了学期末,他的科学老师让他筹备参加一个展览比赛。 他利用杠杆原理设计并制造了一个高难度的模型,这不仅需要绘画和动手的技巧,而且还要用数学、物理上的知识。 在这个展览上,他成为学校科学展览比赛的第一名,因此他又参加了辛西纳提式科学展览的比赛,并且他成为全市第三名。 是鼓励让他做到了这些,一度他是一个留级两年的孩子,校方认定他大脑受损,他的同学叫他现代原始人。 而当他突然发现学习并不那么难,有些东西还很有趣时,奇迹出现了。 从八年级的第二学期起,一直到高中,他都上了荣誉榜。 在他上高中期间,全国荣誉协会选上了他。 当他发现学习的容易和乐趣时,整个人生都不一样了。 如果想让人有大的改进,记住第八条原则。 用鼓励使对方觉得他的问题并不难解决。